咱们刚才也提到了这个L1和L2正责 那对于这个咱们端线回归来说 这里面有一种回归叫做Ranger Gretchen Ranger Gretchen呢实际上它就用到了 咱们前面聊过你和时候提到的什么呢 L2正责 就这个Ranger Gretchen它里面用到的是L2正责 那这L2正责呢实际上咱们前面说它是W I 然后呢平方 然后呢加和 这个I从0 加到这个N这个维度 那这是L2 事实上这一部分它要表达就是L2 然后这个Alpha呢 实际上它代表是L2的这个惩罚项的一个权重 那这一部分它是为了去做防止固理核的 它叫做Penalty惩罚项 这是L2惩罚 L2正责 然后左边这一部分呢 事实上这一部分是我们之前说的端线回归的最小二重 端线回归它的一个本身的损失函数 那这个地方它写公式 它写个MIN 也也就是它力求要找什么呢 它力求要找到这两部分加和在一起的最小时刻啊 那也就是说它里面中文号咱们标注文号这里面干的事情其实就是这个Range 它的一个Loss Function它的一个Loss Function一个损失函数 那这个东西我们会用什么去求解这个最优解呢 上咱们前面聊过咱们会用SGD随机TO下降 通常情况下我们会选择随机TO下降来求到它最优解啊 那随机TO下降它并不管你的Loss Function本身是什么样的函数 它并不管你给我一个凸函数也好 甚至你给我一个非凸函数也好 我的目的就是你给我个初始值 然后我给你找到我给你下山下这个山谷 给你找到这个山凹里面最最低点在哪里 这个就是随机TO下降它要干的事情 随机TO下降干的事情 那我们原来的多大线回归的损失函数就要二成 新加上了另外一部分 那它就会使得什么呢 它就会使得我们的Loss Function跟之前的多大线回归相比 Loss Function有所改变 Loss Function有所改变 那这个Loss Function的改变 实际上它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 这个Loss Function的改变实际上它会产生效果是这样子的 这个正则是平方加和它是正数 这个最小二成呢它是平方加和它是正数 这个SCD呢它就会傻傻的给你下降 那它下降的过程当中呢 事实上它既下降了我们原来的损失 就本身最二成这部分损失 它也会下降什么呢 它也会下降你的惩罚项 它也会下降你的惩罚项 它会下降你的惩罚项 那在这个地方 这个原来的最二成这部分是保证什么呢 是来保证正确率的 原来咱们没有加这个什么呢 原来咱们没有加这个惩罚项的时候 它是来保证你的模型 拟合现在已有的数据 拟合的程度的好和坏 也就是咱们这边所谓的正确率 它是来保证拟合程度的这个效果的 那右边这个惩罚项呢 它来保证什么呢 它是来保证我们的泛化能力的 就是局反三的能力的 那ICD它来下降这两部分同时来下降 实际上在这个地方怎么着呢 实际上在这个地方 它就会产生一个trade off 就是说你如果更多的下降了 原来的至少二成这一部分 那事实上你就更多的会保证的正确率 如果你更多的下降了泛化能力 这个惩罚项这一部分 那你的正确率就无法更多的保证 你的正确率就无法更多的保证 所以说这个地方它是一个trade off 与熊掌帮兼得 那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我首先说一点 就是为什么这个正确率会有所下降呢 因为咱们原始的这个至少二成 这个原始的这个平方均值损失函数 实际上是咱们通过前面的理论 通过最大四人估计 加上中央基因定义 也加上这个正态分布的概率运动函数 咱们是一步步通过数学上证明推过来的呀 是不是什么 所以那你如果是人为了 咱们在这改变了原来的损失函数 那这个正确率一定是有所下降的 这没什么可多说的吧 对吧 这个正确率一定是有所下降的 那这个正确率的下降 这个泛化能力就一定提升吗 这个正确率的下降 那这个泛化能力就一定提升了 实际上在这里面 因为你是把泛化 这个这个泛化这一部分惩罚项呢 加到了这个损失函数里面去 让随机测下降 去什么呀 去下降的 所以你正确率如果下降了的话 你正确率如果下降的话 事实上这个梯度下降呢 事实上这个梯度下降呢 它会怎么着呢 它会把你这个整体来进行减小 它会把你整体来进行减小 以至于找到这个最小值 以至于找到这个最小值 所以说通常情况下 我们说这个正确率下降 会导致这个泛化能力的提升 但是这个泛化能力 能不能说我们为了去 顾及到这个泛化能力 而不管了一个正确率 这个这个能行吗 这个肯定不行吧 这个肯定不行 这个肯定不行 所以在这里面 实际上这两点 我们都需要去保证 所以我们做技术学人 就要找到一个比较好的 这么一个什么呢 比较好的这么一个 中间的这么一个位置 就是它既保证了一定正确率 又保证一定泛化能力才可以 那这里面呢 反过来咱们说 刚才咱们讲了 这个正确率为什么会有所下降 那咱们反过来说 这个泛化能力 为什么因为正确率下降 会有所提升 咱们来举个例子 让他们来理解 举个例子让他们来记 什么样的算法 泛化能力最强啊 同学们 泛化能力就是举一反三的能力 就是适用的场景能力 什么样的这个方式方法 算法 它的泛化能力最强啊 同学们 能想到吗 或者我举一个例子啊 就是比如说 如果让你来对这个事物来进行分类 分成正例或者分成负例 那你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它的通用性更强了 比如说不管是图像识别 分成正例负例 还是什么这个 还是什么鱼识别 分成正例负例 还是什么股票预测 分成涨和跌 还是足球 分成这个 圣和负 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方法 它的通用能力更强了 什么样的算法通用力最强呢 这个可能 可能同学们 可能可能你的思维跳跃 没有没有这么大啊 这里面我想同学说的 想知道什么理解的事实上是瞎蒙 瞎蒙怎么写来的 瞎猜吧 咱们说 瞎猜 瞎猜这种算法 这种方法的方法能力最强 它适用场景非常多 但是瞎蒙瞎猜 这个准备高吗 瞎蒙瞎猜 准备高吗 事实上在这里面 如果你猜的次数多了 事实上这个 如果是正率和负率两个 事实上这个的正确率 就是百分之 五十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瞎蒙瞎猜的 犯的话能力很高 但准备率怎么样呢 很低吧 准备率很低 能力怎么做 所以事实上这个犯法能力 随着犯法能力提升 事实上这个正确率会有所下降 那刚才咱们说的更具体一点 就是比如说 咱们说什么样的情况 方法能力强呢 就是我们的W少 我们的W小 那W少意味着什么 W少意味着你考虑的维度 什么少啊 那你考虑的维度少 你说你分析一个复杂的事情 你考虑的维度少 它的正确率肯定低 对不对 那你W小 W小 越小越好 但能特别小吗 比如说咱们W值 它不是什么12345 这种的适量级 它是 它是什么呀 比如说W1 是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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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然后W2是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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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多少 那W3是多少多少 那这个时候 你的X进来是正确是1万 结果带点误差变成101 那这个误差1 有所体现吗 实际上跟人家体现不出来啊 好像看似这个正确率会比较好 但是你想一下 你如果正确是1万 然后又过来一个正确的数据 那是2万 2万也是正确 但是1万和2万的差别 还有体现吗 实际上也没有体现了 也没有体现了 所以说这个W是小好 但不是 但不能太小啊 所以说其实这个地方就是过犹不及 就是说 犯化能力 这个正确率有所下降 犯能有所提升 但是我们不能一味的去追究犯化能力 而不看这个正确率 因为我模型本身要去做事情 还是去为了去预测的时候 效果会更好一些 所以这个里面 人们就想了一张 把什么呢 把这个地方加个R法 加个R法 这个R法是一个超三数 是咱们做技学人的 可以去人为 去指定这么一个超三数 如果你把这个R法设为0 你想一下是什么效果 你把R法设为0 是不是就跟多元相关本身一样了 就相当于是压根 就没有考虑它的发化能力 如果你把R法 R法设置值远远的 大于了1 因为这边呢 因为这边是自然二成 自然二成这边前面虽然没有超三数 但事实上 你知道它没有 它实际上默认这个超三数就是1 它乘以1 所以事实上 如果你R法远远的大于了1 那也就说明你这个工程师 说明你这个需求里面 更多的看重的方法能力 而不是正确性 所以说人们给了这么一个超三数 R放在这儿 就是让你去选择你是更看重正确性的 还是更看重方法能力 能力讲解吗 这个度该怎么看是吧 首先咱们说这个就是怎么掌握好这个度 事实上我们说 这个正确性 正确性 正确与否 这个正确性 事实上我们是可以通过什么呢 我们是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 我们的模型去对什么呢 去对我们训练机里面的数据 来求一下它的正确性 它的分类的准确性是怎么样 它的预测的准确性是怎么样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指标 通过这个指标可以来看到 我们的模型对现在已有的训练机的数据 拟合成的好方法 这个是咱们里面说的正确性 那这个换化能力呢 是通过什么呢 是通过test set 测试机 就是来新的测试机的数据 来看看这个模型对新的测试机 里面的这个数据的这个准确性 这个预测准确性是怎么样的 来来来评估这个方法能力怎么样 你懂得说什么 这个测试机是不在这个训练机里面了 是模型在训练的文章中 在训练模型文章中 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的数据 像test set 在test set 现在这本多差一句 就是咱们做记忆学习 当我们有数据的时候 实际上上来我们会先买数据 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train set的训练机 还有一部分呢是test set的测试机 通常大部分的数据 比如说80%的数据 90%的数据 或者70%60%的数据 用于训练 然后剩下20%10% 或者是30%40%的数据 用于测试 这个无所谓 看你的一个定义 看你自己的一个 死不力的时候一个定义 一个你自己来定都可以 总之训练的数据 比较大一些就可以 比较大一些就可以 OK 所以说一句话 怎么评估这个度 就是通过训练预测测试集 然后来评估它的正确性 然后来看它的效果是好还是不好 那这个地方认证的关神 实际上是st learn 里面封装的一个回归的一个算法 就回归的一个算法 那这个地方呢 实际上我们可以直接去调用这个认证的关神 当然这个下面就会有相应的一个 st learn 的一个代码 下面这个地方就是st learn 的一个代码 当然咱们这边老师也准备好了这个代码 我们可以来学下这个代码 在学这个代码之间我们先把刚才咱们讲的先总结一下 先总结一下 在这个地方我们说我们说这个当使用 当使用这个惩罚项的时候 会带来什么问题 或者会产生什么影响 使用这个惩罚项会提高模型的这个放化能力或者叫做推广能力 但是呢 因为人为的改变了这个损失函数 所以牺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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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这个正确率 牺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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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基本主要是记 Internet 新的数据 进行预测 进行预测 而不是对已有的数据进行更好的拟合 所以事实上这一点我们说 没有关系 因为如果我们 这个模型内外新的数据 预测效果好的话 那事实上这个是希望有效果 所以没有关系 所以没有 没有关系 那这个地方当使用这个惩罚项 会产生这样的一个tradeoff 那 那这个地方呢 在这个惩罚项里面 会有个alpha 会有个alpha 即什么呢 以这个惩罚项的权重 我们可以通过 我们可以通过调整这个alpha 我们可以通过调整alpha这个超三数 来看什么呢 来看这个是 来决定什么呢 来决定需求 根据需求来决定 根据需求来决定 是更看重 更看重这个模型 对一有数据 是更多更看重模型的一个这个正确率 正确率还是这个模型的一个泛化能力 那可以通过这个参数来调 可以通过这个参数来调 可以通过这个参数来调 好 那这个地方呢 那刚才同学呢 嗯 我再多说一句啊 刚才有朋友会问这个问题 我再多说一句 就是说 咱们下午讲了挺重要的两个东西 一个是规一化 一个是正则化 这两个东西别混 规一化的目的 我就在这就不再赘述了 规一化我们如何来做呢 规一化我们做的时候 是来调整的谁呢 规一化我们来做的时候 我们是来调整的数据 就是我们X数据提进来 我们去做规一化 实际上是要 事实上是对X这个矩阵里面的 每一个维度 说白来就是这个数据集里面的 每一列 然后分别来做什么呢 分别来做规一化 这是规一化的这个实现的 这个方式 使用了这个这个做法 这个通常做法啊 那我们说 呃 后面我们说的防止过你和 我们的正则化 跟我们的数据集有关系吗 没关系 这个正则化 我们更多的手段 去调整的手段 是调整谁呢 是调整我们的 Loss Function 是调整我们的损失函数 而我们的损失函数 在什么时候去去做的呢 什么时候去用的呢 我们的损失函数 是在训练的时候 也就是什么呢 也就是我们的SGD 随机机会下降 在优化的时候 就是训练 在训练 在优化的时候 才会用到这个正则项 才会用到这个 这个这个损失函数里面 加上正则项 而我们的规划 是在什么时候去做的呢 我们的规划是调整X 也就是说我们的规划 是在Pre-Processing 是在我们的这个预处理阶段 是在我们的这个预处理阶段 去做的 能理解我说一说什么 能理解吗 所以这两个的手段是不一样的 就这两个做的这个阶段的位置 是不一样的 处理的手段是不一样的 OK 好 同学们通过 到目前为止的学习 你会发现什么呢 同学们 你会发现 这跟你学爬虫不一样 这跟你学外部不一样 甚至这跟你学大数据 都不一样 咱们来学这个 技术学人工智能 更多的 更多的学的是一个 咱们说两个字 叫思想 对不对 其实你要知道 咱们调任何一个 爱尔法超参数 它背后代表的原理是什么 这个你是要理解 面试 疗失证的东西 真正代码上 其实你做技术 后面能看代码 很多 你会发现 代码真的很少 但是这一行代码里面 有很多的参数 它其实背后做了很多事情 能理解这一损吗 能理解吗 其实我说的就是 随着你的工资的增长 你的平时敲的代码量 会有点少 但是你每敲一个代码 都是很珍贵的 你每天一个参数 都会变得很珍贵 因为工资高嘛 所以会变得很珍贵 那事实上 事实上做技术学 做文明智能 还真不是同学们说的 要先去补数学 你会发现咱们通过 这两天讲课 你会发现 老人设计的数学多吗 并不多 而那些数学 并不是你每天 工作当中需要去干的事情 而这种调餐 调餐数 训练模型 做数据的预处理 才是咱们平时 要去干的事情 能理解吗 所以其实这个门槛 说高不高 说低不低 所以这个东西 实际上 有一个好处就是 很多人呢 其实他自学 文明智能 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他非常容易 就跑偏 他非常容易 自己就补数学去了 非常容易 自己就跑代码里面去了 实际上不需要 代码 不需要他的数学 而是整个的流程思想 所以这个地方 咱们 咱们这个地方 其实 其实就是 大家要把 这整个思想 也想明白 真正代码量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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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 那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键身的一个代码的使用 这个里面呢 我把这个代码找到哈 这个 嗯 在这里 啊 我们导什么东西啊 首先这个 因为我们需要 导入南派 做数学计算的 然后接着我们导入 sk learn 叫leader model 因为咱们讲的 这个线性回归呢 属于线性模型 所以他放到了这个 package包下面 然后导一个range啊 导一个range进来 然后接着呢 我们再导一个 sgd regressor啊 这个写的很直白 sgd就是随机提供下降 这个regressor呢 就是回归的意思 就是通过这个range呢 来做回归啊 然后呢 通过sgd呢 来完成啊 那这里面呢 事实上这个range和sgd regressor 这两个东西 可以互相替换 可以互相替换 我们下面来看看这代码 那这里面我们 第十一行和第十二行 老是不再赘述了 就是模拟数据啊 然后第十四行 我们创建一个range 一个实例 去创建一个range regressor 的range回归 这么一个模型实例 这个地方有个alpha等于1 那此时此刻 这个alpha 大家知道是谁吧 是那个惩罚项 里面的alpha 对不对 然后这个sgd等于outer 这个sgd是个什么玩意儿 啊 那这个就我们点开这个 这个原代码 我们去看一下 它里面这些参数 啊 那这个地方呢 alpha 事实上是 这是正当化 前面那个 那个那个超参数 theta intercept等于处 啊 那这个 theta intercept等于处 什么意思呢 啊 拮据 是否使用拮据 啊 那这个地方呢 事实上如果把它设置为处 因为这个就是more range就是处 如果把它设置为处 事实上它就会 我们产生一个w0 如果你把这改成false 实际上它就不会给你产生w0 拮据 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参数 啊 然后normalize等于false 那也就是不去使用规划 对吧 不去使用规划 然后这个copyx就不用管 然后max iteration 这个是你迭代的时候使用的最大次数 它默认这个地方是num 你可以去传 然后这个tolerance就是我们之前说的预值 这个1e-3 就是10的负三四方 科学技术的写法 啊 就是我们的那个t度 需要跟大家去比较 如果这个t度小于10的负三 它就收敛 它这个整个叠代就停止 啊 当然你也可以前面写一个max situation 等于多少 就是这个叠代四处到了 它也会收敛 它也会停止 然后重点是这个soro等于auto 那这个auto它代表什么意思呢 我们去上面来找一找 事实上上面都有超三数的解释 这个地方soro这个最多 soro这个最多 你会看到这个地方有auto 啊 有svd 有呃 这个有有这个东西 lsqr 有square的cg sag 这东西哪个跟咱们有关系呢 这个auto呢 是choose the server automatically based on the type of data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如果咱们的超三数是auto的话 他会根据你的数据自己来选择一种最优化的方式方法 他会自己来选一种最优化的方式方法啊 这个里面svd是数学上的奇异值分解啊 事实上就是说白了就是通过现形代数的方式 直接把答案给我们解出来 直接把答案给我们解出来啊 这个咱们前面讲过啊 那这sag 实际上这个是随机退出下降 当然sglearn这个地方的封装有点诡异 他写的是sag 他没有写sgd啊 但是这个地方sag其实就是sgd 就是sgd 这个sgd它代表什么含义呢 现在你可以看到sag uses a stochastic average gradient distance 好吧 这个a它代表是average 也他也就是说他在求t度的时候 他会他会乘一个m分之一 中国说一回吗 他会他会乘一个m分之一 那他就做到了平均啊 所以事实上这个地方sg是 咱们前面说的什么呢 这个sag是咱们前面说的这个 随机退出下降啊 那也就是说当咱们这个地方 咱们这个代码里面呢 因为x和y的数 这个数据量比较少 都只有一百条 所以此时此刻如果咱们选择auto的话 实际上他会通过解析解的方式 一步给我们算出来 那如果你这个地方数据量大的话 这个地方咱们写auto 它会通过tgcd给我们求出来 当然一会咱们可以把这个代码给他改一下 这地方咱们可以把这个代码给他改一下 改成sg让他去算 一会我们试一下 这个我先把项目先注释掉 然后接着我们创建了这个模型的实力 然后接着我们fit一把 把我们的数据传进来 他就会给我们算得相对的模型 然后有了模型之后 我们就可以调用模型的predict方法 然后来让他预测1.5 他最终的一个预测值是多少 那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通过什么的print 比如说这个 代表0给我们打印出来 能力表现吗 所以那通过这个代码呢 我们就可以求的模型 然后让模型来进行预测 然后呢 我们可以把模型本身的值打印输出 右键来执行 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 第一个8.2576 实际上这个是我们模型给出的对1.5的一个预测值 这个跟我们期望差的多不多呢 实际上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这个1.5实际上是带到这个x里面去 当新的数据传进来 带到这里面去 这个东西是4.5 然后再加一个4 那这个地方是8.5 然后他的预测值是8.257 实际上这个就是0.25 大概0.25的偏差 对不对吗 然后这个4.27和2.65 分别对应是w0和w1 那这个地方w0是4.27 这是4 然后这个地方是2.65 这是3 这是3 所以说这个地方差不多 这个地方差不多 然后在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去做什么事情呢 实际上在这里面 大家注意一点 大家就大家跟前面咱们代码来做一下区别 咱们前面讲这个linear观是1的时候 咱们在线回忆里面讲这个1的时候 上午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 不是1 讲0的时候 我们还有没有印象 这个地方x咱们初始换的时候 咱们这里面是不是就初始了100行一列 然后咱们怎么怎么创建s0呢 咱们是在这个地方整合了x0和x1 咱们把刚才那x的100行一列呢 因为他在前面添加了一个全为1的这么一列x0 那咱们在新的刚才咱们讲这个代码里面 咱们这x有添加x0吗 说没有添加x0啊 那他为什么还把我们w给算出来呢 我们没有x0 他还把我们w给算出来呢 我刚才讲的时候讲过 我刚才讲的时候讲过 因为哪个超三数 没错 是不是因为咱们刚才这个数字画里面 他墨有个参数叫phate intercept 等于tru啊 然后你这个超三数一填 事实上本质上他干件什么事情呢 事实上本质上他在求解的过程当中 他给咱们摆这全1那个s0给夹上了 等我说也会了 所以你要叫他本质去做什么事情 ok 好 那咱们把它给干嘛改一下 咱们不用集结的方式 咱们用sag 就是随机要下降 在sk的论里面 他一样可以给我们答案 事实上你也发现 差不多吧 甚至还够好一点嘛 甚至还够好一点 所以事实上我们通过不同的自由化的方法 同样可以给出我们想要的答案 能力得回吗 同样可以给出我们想要的答案 好嘞 那这个地方的话我来看一眼 首先我们再来聊下面这些小段 把这说完 那下面这些小段是干嘛呢 下面这些小段的话我还是就是打开 把下面这个加上注释 现在我想跟同学说的是 上面这个认识直接这个类 事实上和sag regressor这个类 事实上它俩是等价的 你也可以不用认识这个类 你也可以直接用sgd regressor 加上什么玩意儿呢 加上什么东西呢 penalty等于L2 那这个东西就是一个认识的关系 为啥 因为咱们刚刚看它这个网页里面是什么 那个损失凯数里面 L2正则 这个是regressor 那咱们sgd regressor里面直接加 这个penalty等于L2 事实上这个东西就等于regressor关系 那这个类 我们再看一下它超三数 事实上也有很多 首先这个loss损失是square loss 平方均值损失 然后接着呢 这个地方有一个penalty等于L2 penalty等于L2 事实上这是默认值 它默认值就是L2 默认值是L2 然后这个叫rf等于0.001 是啊 这是我们之前说的一个rf值 fade intercept等于t 这个同样有 这个同样有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大家可以看到 当我们跳到了这个 当我们跳到sgd regressor里面来的时候 你会看到它这个注释里面有c also range lasso election night svr 也就是说这四个类 事实上你都可以通过咱们这里面 通用的sgd regressor来实现 那也就是说当我把pilot等于L2的时候 事实上这个sgd regressor它的功能 它的效用 就代表的是就等价于这个range 能力表现吗 好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下面这个用法 我们创建一个模型实例 把x传进来 把y传进来 不过它这个api封装的时候呢 它封装的有点个性 就是说它这个地方不是直接传上y 而是把y的用一下reval这个方法这个函数 然后呢进行了就是sgd regressor把列下列表成航向量 然后传进来了 然后呢 然后呢传来之后呢 然后同样来进行这个模型训练 然后再来预测这个结果 它一样可以给出一个相对的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我们也可以把它的w0和wn的给它打印一下 这个名称替换一下就可以了 当然这里面我们可以 然后w0等约 然后下面这个是w1等约 实际上你可以看到它同样可以得到这样的预测的这个值 预测这个值 能预测吗 它同样可以预测这个值 然后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个超参数 叫做n 一个 这个其实就是迭代的次数 这个其实就迭代的次数 你会看到这个地方 它得到的这个值不是很准 因为3.27应该第二是4 这个3.4对应是3 因为它这个迭代数少 所以它不是很准 我可以把这个值给它调大 就是这个n 一个可以来调调调大一些 比如这个地方我们说n 一个轻测 等这个应该是一个总数 比如等于100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结果 大家可以看到此时是不是就更准一下 它更近近4它更近近3 那比方它调了1000 这样就更准一些就可以吗 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说 这些超参数咱们知道怎么去用就可以了 当然有些超参数我在后面会去讲 比如说论人类的学习率 这个在后面会去讲 后面会讲 有些超参数咱们在后面会 比如说WonState 这个在后面用的时候再去说 再去说 OK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润润关神 润润关神 好 那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呢 我们今天先聊聊这 然后呢 我给朋友留一个小东西就是 润润关神呢 其实它用的是什么呢 它用的是L2制作 然后呢 这个 这个拉索 这个拉索润关神呢 实际上这里面用的是 L4 绝对值得加合 所以这个地方它用的是L1制作 然后给他们留一个特别简单一个小问题就是 那 润润和拉索 如果你知道的话 那这个 这个 elastic knight 如果你来看这个公式的话 来对比去看一下公式的话 你觉得elastic knight 它这个回归是做了什么事情 实际上如果你看这段英文的话 你能知道老师问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 明白吗 这样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官网 其实我两个东西干脆就是 让我们去熟悉这个官网而已 OK 然后这样 大家理解这个锐质的话 实际上明天一再而过就可以讲完它 就可以讲完它 好吧 好 那我把代码呢 放下去 啊